老李 你是怎么知道这个事的 蒋介绍打电话告诉我的 不对吧 这个大明当着小蒋的面喝药 然后找你 你就来找我们 对啊 他急嘛 我也急嘛 所以我就立刻通知你们 这可够迅速的呀 你们这些孩子 别拿我们大人当傻子 这过锦是个干爹皮干妈厉害 长本事了 学会用死 来吓唬你骂你爸了 我真没 我胃都快吐出来难受死我了 你得了吧你 大明啊 你怎么出这么多汗啊 我给你投个张毛巾再擦擦啊 别忙了 我跟你说 就你们这点小花花肠子 想蒙我 你当真小蒋的面喝的药 然后第一时间让他拨电话又二零 然后又让黎欣第一时间打电话给我们 有你这么自杀的吗 你说你这臭孩子你到底是为了什么也这么做 为什么 还不是你们给逼的 你以为我愿意造这罪啊 逼的逼的 你是不是非要结这个婚 你非要取这个蒋欣耀是不是啊 我又不明白了 我娶我自己喜欢的人怎么了 怎么了 怎么了 别说了别说了 别说了 咱们就把话说清楚了 我们同意你们结婚 真的吗 哎呦妈 谢谢你妈 但是 你要答应我们两个条件 行 什么条件都行 第一 以后 你无论遇到什么问题 都不要来求我们 第二 你以后无论遇到什么问题 都不要怨我了 不怨不怨不求不求不求 哎 行快来快来 怎么了大明啊 妈 妈 我们同意你们结婚 真的 阿姨 您同意了 接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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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阿姨 谢谢叔叔 等会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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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我我我我找了我 别打着阿姨 说得没什么好 慢点慢点 太难受了 她媳妇 别让她让她干什么 你难受了 难受了 难受她也知了 我这位没办法洗 真的抱歉 你受委屈了 你再抱一下就抱一下 抱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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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也太难受了 抱歉 抱歉 你可我经常不在家 你在家呢 你多出我去 妈 妈 寶寶 寶寶 你睡了 黎晋啊 你还能不能让我省点心 看你干的好事 那事儿 那事儿 那只不过是 那是王明轩的主意 我只是替她办了一件好事 我不是王明轩 你坐这儿 今天我一回来 就有一个女孩儿 哭哭啼啼地找到咱们家 瞬间把人家怎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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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了 又不想负责任 我看她意思啊 是要钱 不是 谁啊 什么谁啊 你跟谁在一起 不知道你问谁啊 我真不知道 我真不知道 星星你也是啊 你怎么老是跟这种不三不四的女孩在一起啊 我喝多了 那么愿意喝酒啊 以后别开车了 把车磨收 把她钥匙收回来 不是不是不是 我明明记得我这两天是和一群搞投资的人在一起玩 我也不知道哪儿会冒出来什么女孩儿啊 什么投资 搞什么投资 你跟谁喝酒你都不知道 我抽死你 老林 你待会儿水牙又上去了 怎么了 你你能听我说两句吗 那女孩儿我也见呢 反正一看就不是这么正经的女孩儿 宝宝不说她是跟一群搞投资的朋友在一起吗 说不定那些女孩儿啊 是那些搞投资朋友带来的吧 实在是说了 宝宝喝多呢 社会上那些随随便便女孩儿挺多的 还缠着我们儿子 这也是正常的事 你就宠刺她吧 你就惯着她 林星我跟你说啊 以后你少跟你这帮狐朋狗友们在一起 没有一个好东西 知道啊 自出事的呀 看我怎么收拾你 好投资你 什么时候才长大 我这都 笑了 老佑 上去上去 非好 Gardно 去吧 大鸣吃饭了啊 吃饭了啊 因为爱情 才不会有悲伤 原来这不是我幸福的模样 行行行 大鸣 那个 我们跟你商量一下 你跟那小蒋结婚的事 回来再说吧 我来不及了 一会儿我还跟新姚去登记呢 哎呦 看你那点出息 你还怕她跑了 领证着什么急啊 这结婚之前呢 这啰嗦事还多了去了 首先啊 得应勤检发 还得联系酒店 找婚庆公司 联系婚车 找主持人 这件事你们做着就行了 这正我不理了 放心